只要饭后吃它,会排出体内大量致癌物,可惜没有几个人知道,看完快点分享出去 研究人员发现,饭后吃个梨或喝杯热梨汁,积存在人体内的致癌物质可以大量排出 调查结果显示,吸烟或者吃烤肉等在体内聚集的强制癌物质多环方相听,在吃梨后会显著降低,特别是喝了加热过的梨汁 专家建议,在人们热衷于吃煎烤食品,快餐类食品的今天 饭后吃个梨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健康生活方式 梨子自古被推尊为百果之宗 咖営汁的 energía 胃干尾酸,性寒,无毒 合一止咳,润沸粮心,消炎降火,解痰毒酒毒汁功效 离子含有充足水分,及一些葡萄糖、浙糖和维生素A、B、C、D、E并能提供纤维素和钙、铃、铁、钛、钾等微量元素 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维生素B1、B2和苹果酸等 能维持身体细胞的健康状态,帮助器官排毒、净化肌体、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把血中的钙质运送至骨骼,增强骨钙质 但是吃离子必须细嚼慢咽才能更好的被消化到吸收和利用,起到应有的效果 饭后吃离有益健康 研究人员对吸烟者进行了试验 让他们在4天内连续每天吃7-50克离,并测定吃离前后尿液中多环方相听的代谢产物依抢击壁含量 结果发现,吸烟6小时后吃离,人体血液内依抢击壁会经尿液大量排出 如果不吃离,依抢击壁排出很少 而加热的离枝含有大量的抗癌物质多酚 给注射过致癌物质的小白薯喝这样的离枝 白薯尿液中就能排出大量的依抢击壁毒素 从而有效预防癌症 另外,离虽然很甜,但其热量和脂肪含量很低 中老年人多吃些离,可以帮助人体净化器官,软化血管 吃离还对厌食,消化不良,肠炎,慢性咽炎等疾病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不过,专家提醒,离虽然是加果,也不宜多食 风寒咳嗽,晚腹冷痛,脾须便躺者以及产妇都要慎食 离还有利尿作用,夜尿凭整睡前要少吃离 离寒果酸多,胃酸较多的人,也不可多食 虽然司空见惯,但你未必知道喝离枝的酒大好处 第一,润肺清燥,脂科化痰,养血生机 离之胃肝酸而平,有润肺清燥,脂科化痰,养血生机的作用 因此对喉肝燥、痒、痛、婴雅、痰愁等均有良效 第二,促进胃肠蠕动 离之富含膳食纤维,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 饭馆里的饭菜大都以为取胜,食物多油腻或辛辣,吃后容易又发便秘 饭馆里的饭菜大都以为取胜,食物多油腻或辛辣,吃后容易又发便秘 喝杯梨汁,能促进胃肠蠕动,使积存在体内的有害物质大量排出,避免便秘 第三,保护肝脏,适合饮酒的人 离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人士 离含有较多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人士 第四,低血压,养应轻热 离聚有降低血压,养应轻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些离之大有益处 第五,有助肾脏排泄 离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 第六,促进食欲,助消化 离能促进食欲,帮助消化,并有利尿通便和解热作用 可用于高热时补充水分和营养 第七,养应润造消风 离聚有润造消风的功效 在气候干燥时,人们常感到皮肤臊痒,口鼻干燥,有时干渴少痰,每天喝一两杯梨汁可缓解干燥 第八,缓解咽喉刺激 吸烟的人喝梨汁,可以减轻香烟中有害物质对咽喉,呼吸道的刺激 第九,补充水分适合老人 梨汁含有8%以上的水分 经常忘了喝水的老年人 喝梨汁可达到补充水分的目的 梨子的功效居然这么神奇 而且便宜又好吃 快分享出去给所有的朋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